煮东西忘记关火而造成的意外石油所闻 那么在玉里镇的观音里高辽社区内就有一间古早味的阿嬷面店 有远景在夜间巡逻时 在屋外是闻到了烧焦味而前往了解 才知道是长者在熬汤熬到忘记了 导致了这个铁锅烧焦 幸好是遇到远景巡逻经过 及时出手协助化险为夷 玉里镇观音里高辽社区内一处古早味阿嬷面店 夜间巡逻远景发现屋外烧焦味扑鼻而来 原来是长者熬汤熬到忘记导致铁锅烧焦 浓浓黑烟在屋内乱窜 屋内阵阵烧焦味 还好巡逻远景经过及时出手协助化险为夷 阿嬷这啦 这一花鞋的啦 一花鞋的啦 好啦 这样没事情就好啦 好啦好啦 阿嬷说因为代步的机车故障了 所以傍晚关店时就急急忙忙的跑去玉里镇修车 直到接到通知时才发现自己外出时 竟然忘了关掉厨房正在熬煮的汤 主东西忘记光火而造成的意外实有所闻 只要有在使用瓦斯炉或多或少都有相关心惊胆跳的经验 可能因此不小心把东西烧焦又或是出门后急急忙忙跑回家 轻则可能产生浓烟实际一场 重则会酿成火灾 据着狗松松玉采访报道